股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 今天大盘来了一个大V上涨 看啊 这种大V上涨 好多人都揉了眼睛 不相信 说真的吗 包括有人还在打电话摇人呢 说这个位置大盘出现了一个大V上涨 哎呀都不相信 结果回过来一看 哎呀自己那个账户回血了 只不过呢 这种大V上涨 好多人好像在做梦一样 说这是真的吗 难道大盘要彻底的反转了吗 来大家看 这是K线图 K线图今天啊 没有创新低 但是今天这个长长的下眼线 把大家确实吓了一跳 由于这个长长的下眼线 大盘好像是一个深微反转 但是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同时大家看 今天的成交量也稍显放大 这个是不足的 由于大盘涨这么多 成交量还这么少 那证明什么 就是多数的人仍然选择狼来了 哎呀我现在呢先看一看 就是观望 那好我们看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下午的时候变成净流路 最多的时候净流出四十多个亿 在给那往处跑跑跑的时候 突然间就好像谁吹响了一个机械号 就在下午这里 大家看临近到一点半的时候 也不知道听到什么是疯了 今天市场最大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三点钟现在不开会嘛 国新那边国新办呢 开一些会 而且明天后天说是要挨牌开会 那大盘在这个位置出现突然的上涨 是不是会议的有一些东西露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看上涨的都是什么呢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字头啊 大家看中字头今天早盘就是跳空高开 然后中午的时候打到下方之后 开始率先上涨 中字头下午一开盘 他是最先上涨的 然后经过回调震荡之后 也是在一点半之前开始出现发力 这是中字头 第二个就是牛式的棋手券商 大家看880472 哎那位说真是哎 券商跳空高开 然后一路向下打 打到了低无可跌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下午一点半不到 然后出现集结号 牛式的棋手券商 你现在看的拉的不多 当时拉的那是波澜壮阔呀 而且尾盘收盘的时候 现在仍然涨了四个多点 这是板块啊 涨四个多点 为什么叫牛式的棋手券商 人家就这么一根大的上涨 是不是让所有的人心思又活过来了 更主要的是什么 券商成功的站到了二十线上方 站到二十线 叫机构的声音线 我跟大家说过多次 一旦站到二十线上方 我们就得十分注意他 另外今天下午长得最好的 是什么 就是那个四大金刚 510310 看 510310那位说怎么看呢 瞧这里呀 是不是连续下杀 下杀之后呢 是跳空高开的下杀 这种深微走势 大盘跟他走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 看快到一点半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亮 然后又到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亮 然后又在两点钟过后 又突然间来了亮 这一堆推升 把咱们这是一方达 也就是现在的四大金刚吗 那么现在呢 护盘的资金 主要是以国家队为主 其次的呢 就是神秘的资金 神秘的资金有四个 华夏 华碳 一方达和加石 这些都是 护身300ETF 因此今天的护身300 涨得最好 因为基金都涨了 这不就是宽纸吗 大家看这里啊 那收复回来五日线 但是还在平台震荡 那么就昨天呢 你看这个位置啊 昨天这个位置 可是缩量的 所以说昨天呢 他并没起来 而今天呢 放量了 但是今天放的量 可没有之前放的多 这是一方达 那那位就说了 那这个位置 难道就是昙花一现吗 我们看明天这个位置 能不能继续往出堆量 另外再来看 卷商880472 卷商里面 今天统计一下的 有那么个四五家 五家左右 是涨停板 真正的涨停板呢 一共是三家 剩下的呢 有两个期货 我们先不算 光是这三家来说 有一个开板 炸板的吗 但不管怎么说 有超过三家上板的 这就证明资金在推动 那么明天 卷商能不能继续发力 就是我们看的重要风向标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里 北上资金 明天能不能流入 因为今天你别看啊 刚开始是净流出 但是北上资金 也走出了一个 深微反转 从最多流出40多个亿 到尾盘 只剩下净流出五个亿 而且全天的成交量 它那边并没有出现 过大的萎缩 就证明成交很活跃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里 这是权重指标股 权重指标股 绝大多数都在红着呢 而且上涨呢 还真不少 但是呢 我们发现啊 毛指数啊 宁祖和 就是酒一类的 还有这个 跟科技有关系 大科技有关系的 这些东西都没涨 那酒 那大家都知道 他们赚的盆满钵满 为什么大盘涨这么多 最有号召力的酒 却没发力呢 那位说 酒是最有号召力吗 对呀 前几年的时候 酒不是最有号召力吗 难道现在酒 就不赚钱了吗 酒还赚钱呢 那么只是说 现在呢 人家可能有搞一个轮动吧 那是不是 其他的都 跌的太多了 你比方说 券商 跌的太多了 他该涨一涨 方过头来 我们看券商 券商的确是 经过了几轮大的杀跌 另外离二十日线太远了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还是先按照 超跌反弹来对待 比较靠谱 那么酒是什么样呢 880 54564 看 酒 那位说 这不是跌的更多吗 那他是不是更应该涨啊 是啊 他应该涨 那不总得是 这叫什么 什么树 得有先后吗 就像这里 他也跌了怎么多 但是起来的并不慢 就是这里 假如明天 要是大盘 要是继续想上涨 是不是得轮着动啊 那明天 就是今天没涨的 这些东西 是不是该动了 比方说酒啊 还有互联网 大科技 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这些东西 可以该上涨了 那么今天多的 这不就跌的多的 这不就是科技吗 你瞧瞧 科技啊 医药啊 这些东西 都是在跌幅榜的前列 你像电池啊 包括半导体啊 你看这都是连续杀跌 并且今天可没上涨 更主要的呢 还有一些个就是 前期走的都非常好的东西 现在就不涨了 那为什么 那是不是把这些东西 也不要把子弹 一下子都打空 留给明天呢 带着这些思路呢 我们心里头 还总算着有点期盼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里 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 是7600多亿 这个量属实来说 不够大 那位说那多少够大呀 你起码得达到八九千亿吧 所以这种上涨呢 它只能拉一批 而有一批是拉不动的 那位说那哪一批拉不动呢 你比方说像这个 我们看清楚一点啊 这不就是先拉大盘股 小盘股才干净吗 更主要的是小盘股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 它不涨 你来看这里 那位说这是啥呀 这不就是上涨超过百分之三 和大涨的吗 这里面上涨超过百分之三的 到现在全到加上 一共才一千只啊 那是很少的 而上涨超过百分之五的 一共还不到三百家 二百九十多家 那位说就这么少吗 对就这么少 所以说再没有大面积上涨 和涨停 咱们说不光是涨停板的 就是涨幅过大的东西 没有多 那么就证明这个位置呢 力度小 那么这种反弹呢 仍然可以给它定义为 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既然大盘在这个位置 是超跌反弹 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呢 大家看好策略来了 第一现在大盘呢 成功占到了五日线上方 占到五日线上方的时候 有一些板块并没有占到五日线上方 你比方说创业板 创业板金针探底 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这得看明天 但是今天仍然创业板没有占到五日线上方 另外就是科创板 你看也没有占到五日线上方 这不都是很弱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 上证 这上证五零 刚刚怎么样 穿到了二十线上方 这是很强的 为什么是上证五零啊 因为现在大资金互盘的 都不都往这上钉的吗 所以他们率先动了 就是大家伙先动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 这个申成纸 申成纸刚刚收复五日线 那这个就说明不了什么 另外再来看这里 这个是 就是中特估可涨了 那中特估可不一样 另外我们再来看 北正就是北交所 北交所现在还在五日线下方呢 那时候我们又怎么又看上北交所了呢 现在大盘和北交所 已经不是翘翘板了 因为大盘和北交所现在又走上了同向共振 所以我们把它也拿出来看 而今天大盘我们最关注的 还是以上证指数为例 那么只要能站到五日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超跌反弹来对战 什么时候能站到二十日线上方 我们才能认为行情在反转 总结一句 大盘如果现在呢 你手里那个东西要管好 如果大盘继续上涨的话 你手里那个东西又是被边缘化 那样就太犯不上了 所以上涨趋势要在 或者是说现在呢 都反弹到五日线上方的时候 大盘如果能沿着五日线继续向上攻 那还好办 如果不向上攻 那么就要看看能不能再回到二十日线下方 就是我们手里的那个品种 可不能回到二十日线下方 一旦回到二十日线下方 还是被五日线压制的话 那么那种东西就不要跟他参与了 要找那种低位有拐点的 像这样的不是是有拐点的吗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大盘这个位置呢 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在五日线上来回跑 更主要的是 这个位置要有资金介入 尤其是中字头啊 这不就是我们这是国心开会 也就是这些大的国家队出手了吗 另外就是神秘资金 明天可要来呀 神秘资金像护身三百 一方达这些东西 不都在动吗 如果他们明天歇菜不动的话 那大盘很有可能又扣回去了 更主要的呢 就是北上资金 别起妖娥子 像今天也行 所以这三方面我们都得管 另外明天我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 国心办开会 还有三点半以后发生的很多消息 一直到明天六七点钟的消息 我都会梳理好 用早播报的形式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会摆那些个他们外盘的走势 尤其是中概股的表现 跟大家也一起分享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大盘的走势 好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早播报 见